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自然灾害的遇难者竟是注定的 大地震前夕 小孩看见离奇景象 清代古籍夜谭随录记载 在雍正更须 西元1730年 年的8月18日 也就是北京发生地震的前一天 有一个新疆人 抱着一个三 四岁模样的小孩进茶店 刚走到门口 小孩就抱住大人的脖子 哭着不肯进去 大人奇怪地想 难道是怕这店里人多吗 便又抱着他到其他店 一到店门口还没进去 小孩又惊恐地哭了 换了好多地方都这样 这个人觉得很奇怪 对孩子说 平常你不是很喜欢 进茶店吃糖果吗 今天怎么这样了 孩子说 我看见今天各家店里 卖茶的人和吃茶的人 脖子上都带着铁夹锁 心里害怕 所以不想进去 还有 今天街上来来往往走的人 怎么很多都带着夹锁呀 后来路上碰到一个老乡识 那新疆人就把这怪事告诉了他 老乡识听后 大笑说孩子的话怎么能当真 聊了一些那人便走开了 小孩看住他的背影笑道 他身上也带着夹锁 还笑人呀 回到家里 小孩惊奇地发现 俩个堂兄身上都带有夹锁 第二天上午九点 北京忽然狂风暴雨大起 接着就发生了强烈地震 方圆百里之内震感明显 房屋倒塌无数 就连皇宫 圆明园也均有损坏 太和店的一角也残缺了 凡是小孩不肯进的店 都遭毁坏 仅无一幸免 小孩的俩个堂兄 也被压在墙下面死去了 前日那个陆域的老乡时 也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了 栽过之后 听到此故事的人才相信 在另外空间 带着枷锁的人 是锁定了被取性命的 有些现代人 听了这个清朝的故事 大笑说 吓唬人 但是我的一位朋友说 这是真的 我姐夫在另外空间 就是戴着手铐脚料的 我大惊 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 我姐夫曾在八十年代中期 倒卖外汇 那时可以判死刑 够资格枪毙 后来拖人情 才把他弄出来 他不是正路弄来的钱 当时分开放在几个 其他人的手里 出来后 他还不断去找这些人 又把黑钱拿了回来 这些都是瞒着我姐姐做的 钱拿到手 也藏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但是姐夫晚上睡觉时 经常惊恐大叫 姐姐使劲摇他 摇了半天才摇醒 醒后满脸恐怖 竟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姐姐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但知道他一定做过什么坏事 后来有一次 我姐姐碰到一个人 那人说 我姐夫将死于非命 死后是无头案 找不到凶手 姐姐一直追问是怎么知道 那人不肯说 最后被问及了 才知道是看见姐夫 在另外空间 戴着手铐脚铁 姐姐急切地问 为什么 此人说 他拿了不该拿的钱 后来姐姐苦劝子夫 把不该拿的钱捐出去 避掉大难 姐夫还狡辩说 我没拿过任何不该拿的钱 其实 那个清朝的小孩 看到的身上戴枷锁的人 并不是被安排 要在那次地震死去 而是他们自己 安排了他们的未来 就像我朋友的姐夫一样 与其说她的死是有定数 不如说她的不肯悔改 把她定在了黄泉路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